近年来,由于美国跟台当局之间的勾结程度越来越深,台当局逐渐将美国当作自己的后盾,并向美国本土转移台湾的重要资产。其中就比如岛内有名的半导体企业台积电。在过去几年里,台积电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受到了各方的极大关注。在2020年,台积电突然宣布启动在美国的建厂计划。 此举也被岛内一些媒体认为是台当局和美国共同施压所致,然而近三年时间过去了。台积电在美国的建厂计划却麻烦不断。据岛内媒体报道称,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的新工厂建造遭遇重大挑战。由于当地熟练工人数量不足,该工厂量产4纳米制成芯片的日期被推延至2025年。 称建造进度被延后主要是台湾承包商的问题。这些工人称台湾承包商不熟悉美国的安全法规,且在施工现场不听其他工人意见,导致工程进度一拖再拖。 当地的美国工会也因此扬言抵制。一些工会还请愿反对向500名台湾工人发放签证。 对此,台湾前经济部长尹启明呼吁称,台积电赴美自找不快,应该在该离开美国的时候就选择离开。 说起台积电在美国建厂,其主要原因还是台当局为了讨好美国所致。近些年来,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,屡屡将台湾问题作为一张王牌打出去。 每当中美之间出现摩擦或不合,美国政府就会打出台湾牌,企图逼迫中国让步。 而这种行为最终也彻底将中国激怒。从去年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后,中美之间的高层交流与军事高层交流就接近于中断的情况。 这也让美国开始考虑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。 在美国的心目中,台当局的安全与存在并不是首要考虑目标。 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一直很明确,那就是可以借台湾问题打压中国。 但是不会为了台湾问题而跟中国发生军事摩擦甚至是开战。 这一点从去年解放军召开环岛军事演习后,此前在台海地区活跃的美国军舰为了避免发生摩擦,纷纷撤回日本的举动就可以看出。 一旦未来台海地区爆发战争,美国显然也并不会为了台当局的独立野心而流一滴血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首要考虑的自然就是如何榨干台湾当局的剩余价值,并使大陆收复台湾以后也不能完全获益。 台积电作为世界一流的半导体企业,其技术位居第一梯队。 台积电所制造的1纳米与2纳米制成芯片目前几乎领跑了整个半导体业界。 而大陆在半导体领域目前处于弱势地位。 如果通过收复台湾整合台积电,那么大陆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差距便可在短时间内跟上,甚至超越美国、韩国等老牌半导体强国。 这是美国无论如何都不想看到的。 而为了确保台积电的技术产业不落入大陆之手,美国也在频繁游说台积电高层以及台当局,将台积电的迁移计划提上日程。 除了在美国建厂之外,台积电还计划在日本。 德国等地建厂只待台积电完成转移后,台湾当局的剩余价值也就基本被榨干了。 未来台当局是死是活,美国恐怕都不会过问。 但即便美国的目的已经全然暴露,台当局却对美国的弃台行为不闻不问。 不仅帮助美国迁移台积电,同时还跟美国眉来眼去,达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军售订单。 加速使美国的毁台想法成为现实。 可以预见的是,虽然美国有意接纳台积电,但美国想要的只是技术而非台积电这个企业。 只要台积电在美国、美国的本土半导体企业,比如英特尔、英伟达等就可以随时从台积电内部挖走技术工程师。 等到台积电完全没有价值了以后,美国就会如同丢垃圾一样将台积电抛弃。 民进党所强调的归顿宝台,到头来都只会给美国做嫁衣。 民进党应该意识到,和美国勾结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 不仅其本身会为此付出代价。 只怕岛内的民众也会被拖下水。 关注我。了解更多国际时事。